香港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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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將通過敲門行動等各種方式開展重點疫區 進化病人員大排查 10月23日北京市衛健委通報說 北京再新增4例中共病毒本地確診病例 這4例全部來自昌平區北七家鎮黃福縣小區 這個小區22日剛剛被調整為中風險區 一天之後又被緊急升級為高風險區 昌平全區則已經進入應急狀態 官方說北京這輪疫情的感染者 有多人曾自駕前往內蒙古 寧亞、山西等地旅遊 並在內蒙古押制立旗一餐館用餐 當局宣布暫停跨省旅遊 關閉旗牌室等密閉場所 並要求市民非必要不要出京 積極配合社區敲門行動 對入京返京人員進行全市大排查 對當局所謂的敲門行動 網民並不埋單 質疑當局挨家挨戶敲門 實質是擾民、侵犯人權、有觸步人犯的感覺 在北京上訪 很多人被收出來 北京現在好像查上訪查得很厲害 就是挨家挨戶查出來以後 然後帶回黑龍江 然後很多人就是被強制性隔離14天 說是隔離14天 但是14天以後會不會繼續在隔離 就說不定了 此外 隸屬於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的 航天科工火箭技術有限公司 Aspace 宣稱 18日開始 為了疫情防空 將推遲在走船進行的快週一 運載火箭相關任務 工作人員被要求進入半封閉狀態 據報導 根據已公布的確診病例行程軌跡 來蒙古厄製納旗達萊夫布鎮的銅南國餐廳 成為這輪大陸疫情的交匯店 陝西旅行團 甘肅蘭州旅行團 寧夏旅行團等的行跡均曾涉及該餐廳 早在10月19日 這個餐廳已有5名工作人員確診 疫情迅速原旅遊線路擴散 目前已蔓延至陝西 寧夏 甘肅 來蒙古 湖南 北京 貴州 河北 湖北 青海等至少10省 市 自治區 相關確診病例超過100例 中共國家衛健委通報說 23日全國新增本土確診26例 現有確診病例564例